好 回來 這個9月25號的Banet Mabu 不要緊 慢慢你先弄回backdrop 今天是9月25號 又要交停車場費 我最近在看 因為我的租約去到明年3月 其實我住得很滿意的 別除了你習不習慣區分各樣東西 因為我真的有去思考 我覺得我現在住那裡 基本上你很難 當然我也會想搬 因為有種種原因 所謂的種種原因 稍後再說 我真的覺得很難 我甚至乎把所有預算因素都放進去 真的很難搬到我那裡 因為有些地方 始終比新樓很少 因為我現在嫌棄去舊 我那裡有多久呢? 13、14年 我拿到 又多久呢? 13、14年 我拿到 又多久呢? 13、14年 我拿到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新地步 發覺真的很難搬 第一 這些地方比我還小 因為近一點 比我還小 景觀比我還差 比我還貴 那就不值得了 好了 我不看錢 有些很漂亮的 又會格涉 山頂就漂亮 很漂亮格涉 南灰就漂亮 阿正你看過這些 甚至乎 人質食物一生 我們住在九龍塘 阿正也住過的 九龍塘也很麻煩 所以是C區的 我又要交通方便 我是地鐵站上去 九龍塘也算方便 但是在九龍塘哪裏 你都要走一下 譬如我住在浩嶺高級 譬如我住在 什麼 1號那個上面 那哪裡 北架山1號 那個北架山是斜的 那條路不好 北架山峰有一個可以的 但是去這條斜路 去地鐵站 少許 那裡已經不方便了 那你是不是很麻煩呢 好了 那黃埔 匯境方面 又舊 又很嚴慘 美夫生村 美夫生村 其實是很方便 但是舊 我現在已經十幾年 那些不夠 所以其實租樓是很難的 突然讓我看到 我昨天看看 我們在外面 我們在外面 中哥那裏說 單棟式 對 單棟式 那裡就真的近了 但是又小 但是又十幾年 是 是 真是很煩 我不知為何會講那些 剛剛講開就講 那麼解釋的